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0月9日 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國務院正在加快解密進程 會盡快公布 被前國務卿希拉里刪除的 33,000封電子郵件 6日特朗普在中共肺炎康復後宣布 早已授權相關部門 解密所有與通俄門和郵件門相關的文件 而且要求公開無刪接版本 他認為美國人應該盡快知道 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政治犯罪 但解密速度太緩慢 特朗普隨後 在8日公開對蓬佩奧和國務院處理事件的進度 表達不滿 蓬佩奧就事件表示 他瞭解總統 從未做過任何傷害政府或職員的事 在解密信息的公布上也會如此 至於有關通俄門調查文件的解密 多家美國媒體報導 司法部長巴爾已經表示 相關調查報告會在大選後發表 針對特朗普2016年競選陣營 涉嫌勾結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通俄門調查 在歷史兩年多之後 因為沒有任何證據不了了之 特朗普稱之為政治迫害 該案件的舉報者 受僱於希拉里和民主黨陣營 在通俄門事件發生前沒多久 希拉里電郵門被曝光 他在任職美國國務卿期間違反規定 沒有使用政府的安全伺服器 而是用私人伺服器處理國務院事務 包括大量機密信息 當電郵門爆出之後 希拉里刪除了3萬多封電郵